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鼓励 也感谢我们的 正居士 还有护法 来跟大家来接个法员 我们 出家人 第一个任务的 一点要做的 就是要奖金 就是要续佛会命 然后最重要的 就是马安菩提愿 这个是我们 出家 作为我们的方向 所以今天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接个法员 如果 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 这个奖金 就算一个人 我们也要为他介绍佛法 只要他种了这个种子 在这个阿赖耶稣里面 种了这个种子 将来因缘具足了 因为这句佛法 他就会得度 要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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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三戒 所以为什么我们 在任何场合 常常一恭敬 一合掌 就是一句阿弥陀 就是让他种这个种子 将来因缘具足了 他就会念佛 所以 佛法确实真的能够帮助世间的人 解决的问题 只要有佛法 我们就容易 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造成现在 种种的世道很乱 看这个世间你仔细的去留意 除了澳洲 其他的国家 整个世道很乱 那说实在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 你看 有生 必有死 有生 必有老 有老 必有病 有病 必有苦 你说 再加上我们 所得到的任何一样东西 到最后 都带不住 所以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们应当要懂得去放下 不要过于执着 因为执着 只带来苦 你放不下 只带来你的烦恼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懂得这个道理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 那怎么修道呢 在四地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以八正道为中心 而八正道的中心 就是教我们什么 就是三个星期跟大家讲了 你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一生圆满成佛 你都离不开八正道 首先 三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讲 只有两条路 让我们选择 第一个 你要免心践行 大车大悟 断五死以来的烦恼 你正我了 生死就了 但是在这个环境 我们醒啊 醒不通啊 太难了 说实在真的太难 不要说把这个八正道 断货八十八品 你看我们自己的喜气 天天的增长 天天的严重 我们就无法去克服了 所以这条路啊 醒不通 太难 在这个环境我们太难 我们没有那个上根 也没有那个因缘 也没有那个福德 所以太难 这条路太难选择 所以第二条路 才教我们选择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容易简单方便 也不用去背 你能够顺口 而能够念出来 四季化而已 阿弥陀佛 很简单 很容易 但是简单容易 为什么做不到 奇怪 很简单 行住坐卧 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很奇怪 这么简单的法门 这么容易的 为什么念佛的人 很多往生的人少 什么原因 这个要一大 很大的去观察 原因在哪里 所以尊定者 对同修大德 所以我很非常 感谢我们的郑总 还有我们的一些护法 护期 这段时间 能够跟大家来 学习 真的不容易 我们 这种的姻缘 不是偶尔能够遇到的 真的不是偶尔 在这个世上 没有偶尔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 因为这个佛法 难闻 今天我们已经闻到了 那我们要好好珍惜 今天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印度 就是因为世间的宗教 做不到 它才出现的 如果世间的宗教 能够做得到 它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人间 在这个环境 而且在这个大时代 会有一千尊佛 会出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多呢 就像帮助我们 把这个事情 把它了 什么事情都是了生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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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